大家好,我是你妈妈的喵哥 今天呢,喵哥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个超越大货车的时候 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小细节 一位喵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发现 经常有这样的司机 意识不到中间的危险 在超越大货车的时候 没有提权预判 忧忧郁郁婆婆妈妈 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喵哥呢,现在是准备要超车 但是呢,我超车的同时 我的前方他还有一台车 他也准备超车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你超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你的目光一定要看到你前方的车子的前方 就是你一定要对你前方车子的行为 做出合理的预判 比如说他在超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麻烦 会不会马上这个急刹车 所以你的跟车距离一定要适当的压一下 把这个距离拉得远一点 但是因为你要超车 你也不能把速度压低了 压低了之后你又会离开他很远 所以呢,保持合理的跟车距离 但是跟上他的速度 这个时候你看他超车 看他超车的时候 你不要说在他超车的时候 你就想着要去马上超车 在他超车的时候 虽然说你准备要超车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 他随时可能出问题的准备 比如说你的脚不要一直踩低油门 而这个时候呢 甚至可以做一个被刹车的动作 然后让他先去超车 在他超车完成之前 你一定不要有超车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时候他刚好超车完成 而他跟大货车之间的距离又没有拉开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急着超车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是急着超车的话 那么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的车子进入了与大货车变形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的车子处于大货车左侧的盲区里面 而这个时候呢 你前方刚超过去的车子 由于他跟大货车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够快速的提速 摆脱你跟大货车之间变形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面 我们要杜绝与大货车变形的状态发生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大货车的盲区里面 那个区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 除了货车司机可能看不到你 还有可能比如说拉的货物可能掉下来 也有可能遇到横峰 比如说这个货车轻负 也有可能这个货车它前方出现危险 它需要变道直接往这边挤过来 所以说那个区域的危险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一定要减少在那个区域的停留时间 所以我们在高速上面超越大货车的时候 一定要等你前面的车子完全过去了 而且有一定的赋予空间 这个时候你再去超车 千万不要跟车跟太紧了 然后导致自己长时间的与大货车并行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讲解 你大致都清楚了 我们在高速上面超车的时候 这种情况一定要非常流行 非常注意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实在 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